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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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 在这次展会上各式各样的机器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下面就让我们认识一台会跳瑜伽的人形机器人 请开始你的表演 我们现在来到了5G通信服务专题展 我们注意到在这次展会上5G成为了热词 下面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在5G场景下 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什么叫5G AR演唱会 作为和广交会进博会并列为中国三大对外开放展会平台之一 作为疫情发生以来 我国在线下举办的第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 接下来的几天里 这次服务会还能取得怎么样的丰硕成果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